一名男子正在超商前 和袁警逆推我挤 男子气势汹汹 差点要把警察推到大马路上 究竟是什么纠纷 当街和袁警爆发冲突 目击民众都吓坏 事发新北新庄中华路一段 原来不久前 这名男子在大马路上骑车蛇行 这辆车还摇摇晃晃 被执行袁警拦下 他满脸通红浑身酒气 却不愿意接受酒策 前日嫌警方给的B桩水不够漱口 跑进超商买了矿泉水狂冠 但身上酒气依旧浓厚 出来后被袁警团团包围 男子眼见是逃不过了 突然情绪失控暴走 和袁警爆发拉扯冲突 结果被喷洒辣椒水后 男子才乖乖就呆 这名男子过去就有伤害前科 这次喝得烂醉 骑车上路 还当街和袁警爆发冲突 被防害公务公共危险 移送侦办 记者黄天耀翻牙桥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